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求苏根园的台地区 然后这个区呢主要是我们整个园子的一个制高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是一层一层这样子以台地式的上去 然后上面有个凉亭是我们一个游客修饰的一个地方 这个区域呢主要是以原生的苏根植物的一些原种 作为我们这边的特色 大家在春制的话可以看到原生郁金香 还有一些其他的在野外常见的一些原种的苏根植物在这边 然后为了秋制的一些景观 现在我们种植了很多球菊在这边 以提升它的这个色彩 这里是我们求苏根园的阴森区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高压的桥木在这边种植 所以这个底下灵下的区域还是非常的阴的 光照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就非常适合阴森的一些苏根植物生长 这个植物呢就是我们叫它是九头狮子草 为什么这样叫呢 因为它成年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圆球形的一个情况 情况就像我们常吃那个狮子头一样 所以叫它这个名字 然后它我们一般是春季 这棵是春季在以小苗形式种在它里面 然后一年就能发出像这样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球形的形态 然后它的花是粉色的 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可能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这个植物呢我们叫它台湾油点草 然后它现在这个是一个经麦的一个品种 我们也常叫它花叶油点草 然后它也是我们在阴森的一个状态下表现非常好的一个植物 你看它的花非常的别致 上面还有这种斑点紫色的 然后叶子呢也是它的一个观赏特色 有非常好看的这种金色的麦纹 我们阴森区呢有一个设计的理念 就是叫零下空间 在国外呢也是叫做Woodland 这样子一个概念 它的这个设计特点呢 就是说零下空间并不是一个非常密实的一个环境 而是在自然界当中会有自然形成一些枢密有致的空间 比方说我这里就是会有一些空白 这么留白的一些区域 然后另外也会有一些植物相对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互相形成这样子一种对比的关系 我这里也是刻意想营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特点 这里呢是我们球速根源的渊尾区 渊尾呢我们这里其实是特别是德国渊尾为主 在这个区域里 然后我们一共收集了150个品种的德国渊尾在这片区域里面 德国渊尾其实在上海地区有它很特别的一些种植环境 首先它对于积水会非常敏感 所以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坡地的地形 有利于它的排水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因为气候有些异常 它在这个季节也开出了它的花朵 这里是我们球速根源的菊科专利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 作为一个景观的末期已经稍微有点萧条了 但是呢我们菊科植物专利区 其实它的圣花期是集中在夏秋两制的 夏天比如说有金光菊 蒲棒菊和经济菊作为它的一个主体 然后现在秋季呢就会有像这种球菊 航白菊还有后面的放箱万寿菊 作为它这个景观特色 可以看到现在放箱万寿菊和我们的航白菊 处于非常完美的一个圣花期 这边呢是我们球速根源最重要的一个景观区 就是对称式花镜 可以看到两边啊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对称式花镜 然后一个花镜在建造它的时候呢 需要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 一个呢就是它需要有一定的宽度 就像我们这边我们的一边的种植袋大概有五米的这样的宽度 这样子呢也利于它里面后面后期一些层次的一些体现 然后呢就是背景我们需要一片长绿的一个背景 然后我们这边使用的呢是树花山茶 它呢冬季呢是长绿的 而且会有一些花朵在农中的时候开放 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旁边需要有一条绿色的草皮 因为花镜并不是一年四季都会有非常完美的景观的 有一条这样的草皮会给它在表现不好的季节 会有一些绿色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我们这边一共使用了大概约70多个品种的速根植物 我会刻意的在两边有一些重复以及对称的使用它 来体现我们这个对称式花镜的一些特色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叶形材质的对比 以及花朵颜色上的对比 还有高矮的搭配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花镜在做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特点 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它是粉章与素根枫林草 枫林草大家可能都听过 但是它是一个素根的一个品种了 然后它在我们春季大概四月份的时候 会形成一朵朵像枫林一样的粉色的花朵 这个是我们现在用下来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同时呢它还有紫色的以及黄色的两个品种 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它 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它弗吉尼亚鼠刺 鼠刺一类的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是秋季降温以后 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色叶效果 红色非常亮啊 然后呢它其实在我们的夏季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会有这种白色的花絮啊 就像一个瓶刷一样的 在这个整个植株上非常饱满 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它杰克曼蓝云香 云香科的一种植物啊 也是一种香料植物啊 大家抚摸一下它的这个叶子啊 会有香味震震吸来 然后它是我们花园中非常少见的 有蓝叶的这种一种植物 可以看到它的叶子上有这种淡蓝色的这种粉状的一些结构 使它形成一个蓝色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然后呢它在我们上海地区的秋冬季节是表现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也会开花 但是花并不是它的一个特点 还是叶是它的是一个灌行特征之一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灌木状的这个植物啊 它名字叫何志兴 名字也比较好听啊 它这个是我们花园里一个常用的银色叶的一个植物 可以看到它的花也是白色的 然后叶也淡淡的形成这个银色 然后我们这一条区域呢 我把它叫作为叫做银色花园 你看到用了很多植物啊 都是这个营叶的类型的 然后它也是我的这个银色花园里面一个亮点之一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亮眼的这个营叶的植物啊 它名字叫银边玉传花 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园子里树线条 就是有这种线条感来特别突出的一种植物 我们在做花径的时候呢 会用到很多这样子有线条感的植物 不光是叶形上的线条感 以及花絮上的线条感 在整个我们花园的设置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植物呢是叫杂椒银莲花 然后它的品种名呢是叫夏洛特女王 这也是我们这个花剑用下来 表现比较好的一个植物 它呢市种的区域一般是在半阴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种植下来 它在全阳的情况下 表现的也还可以 然后你看它现在秋制的话 也会开出这样子一个洁白的花朵 非常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素根植物呢 其实是我们花茎当中使用的最主要的一种植物 然后一个花茎的话 我们基本上80%的植物都会用到素根植物 其他会有一些灌木啊 以及一二年生的草花进行搭配 然后花茎的话 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啊 进行一些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些修剪 以及植物的替换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 它特别是我们这个花茎啊 在六月份的左右 是一个最佳观想期 整个的花茎会和现在是呈现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观 也欢迎大家到时来我们这边参观 欣赏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